一臉舞動透天挫 雖然外觀看起來不是太新 但座落台中西屯區 屬精華地段 房屋價值高 而這些房產被揭露 通通都是賴家所有 賴阿公是當地一代大地主 鄰居對於早年賴家人 互告房產糾紛都有耳聞 當年賴姓高中生才讀國小 還為此對不公堂 根據判決書記載 賴姓高中生讀國小時提告阿嬤 有母親當他代理人 原因是賴阿公租給房客數十年 月租金收一萬三 高中生當年控訴阿嬤 跟賴阿公常年送贈 而房客從2012年11月開始 就把房租交給阿嬤 不過他在隔年六月 就獲得房屋所有權 控告阿嬤無理由收租 要求對方退還七個月房租 共計九萬一 不過最終法官判決 認為阿嬤跟賴姓老翁 有簽署協議 也駁回賴姓高中生的控訴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賴姓老翁 投資房地產眼光獨到 現在左右兩棟所有權規阿嬤 一棟自住另一棟租人 而原先兩棟賴姓老翁的房子 已傳給他的小兒子 中間這一戶則是分給長子 五棟至少初步有一億以上的價值 距離文化高中捷運站 以及中青路的捷運站 走路就可以到 五棟房產價值驚人 房仲估算一個月移動透天 租金就可收到四萬元 隨著刑案調查 過往未財導致家人互告案件 再度被外界拿出議論 三立新聞吳宗哲李建營 台中報導